全球最炙手可热的雇佣军 只需要一颗戈萨克的脑袋就可领赏 这恐怕是为戈萨克雇佣兵做的最诚实的广告了 戈萨克雇佣兵 全球最强悍雇佣兵之一 也是目前最炙手可热的雇佣兵 戈萨克雇佣兵不属于任何政府或组织 仅是为赚取利益 而完成武装冲突的任务 居住在俄罗斯 乌克兰的沼泽 与平原地区戈萨克雇佣兵军团 早在古代便是骁勇善战的骑兵军团 至苏联时期形成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地方性武装军团 除利益之外 戈萨克雇佣兵具有保卫国家的责任感 戈萨克雇佣兵最负盛名的一战 就是在2000年 车臣发生恐怖袭击 超过2500名恐怖分子袭击民众 当时俄罗斯正经历经济危机的恢复期 难以顾及这场袭击事件 戈萨克雇佣兵出动90名散兵 和2500名恐怖分子激战三天 尽管人数不占优势 这些士兵没有退缩和恐怖分子激战到最后一刻胜利 之后仅有6人生还 戈萨克雇佣兵以忠诚的使命感 令俄罗斯人民感动 被尊称为真正的英雄 时至今日 戈萨克雇佣兵 还守护着车臣的秩序安全问题 这支兵团强大的实力和传统的诚信 得到了俄罗斯政府和军队的信任 莫斯科曾向戈萨克雇佣兵下了很多订单 来维护俄罗斯境内的秩序问题 例如其中一次的格鲁吉亚冲突地区 戈萨克雇佣兵仅在24小时 便集结超多2000人 戈萨克雇佣兵在旧时年代 曾自发组织队伍保护俄公民的安全 据报道 俄总统曾提议建立 以戈萨克雇佣兵为主的部队 来打击恐怖袭击事件 能将雇佣军做到这样的程度 非戈萨克雇佣兵莫斯科